HELLO 大家好,我是HIDI 由今個月開始,我想試一下拍這個每月最愛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每個月喜歡用的東西 不一定限於護膚品、化妝品 有時生活上的東西、不同的雜物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有興趣這個1月最愛,就看下去啦 1月最愛,我就放在這裡,一件東西跟大家分享啦 第一件想跟大家分享就是防曬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我最喜愛的10樣護膚品呢? 我又說到我最喜歡的夏天防曬,是Canable那支 冬天之前是沒有的,我最近就找到這一支 這一支的樣子是這樣的 牌子叫Junala 是一個沖繩出產的防曬,它有SPF50加和PA4加的 它是一個UV Milk來的,所以它擠出來的時候 是比較像Lotion的質地,不會是那些很稀的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它是比較滋潤和沒有那麼乾的 它搖的時候也會有輕微的聲音,但沒有平時那些那麼大聲 然後它擠出來的時候,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它很容易噴出來的 所以我習慣就是一下擠到底下 就會這樣擠到手上 大家可以看到Junala的手上是完全不會滴下來的 它是會有一點點很輕微的亮白,但它就不會是非常白的那一種 我自己就覺得這個很適合在妝前的時候用 因為它有一點提亮的感覺,但它不是很浮誇那一種 然後如果你是冬天想找一種比較滋潤得來 又不會非常黏的話,這一種是很適合你的 但條件是你覺得自己本身在用的那種防曬很乾 如果你是很怕一點點黏都接受不了的話 這個就真的不適合你的 它塗出來之後是會一開始有一點黏 然後很快吸收了就沒事了 它感覺上是真的塗了一層Lotion在臉上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不是非常非常乾的人 你簡直可以把它當作一個Lotion架防曬去用 但如果你跟我一樣都是一個沙漠的人 我會覺得也是完成整個護膚程序 再加上這個就更加足夠了,保濕的感覺 這支我在哪裡買呢? 我在Lock On買的,好像$230還是$250左右 我看到它上面寫著是物理防曬 然後是大人小朋友都用得很安全的 所以我就買了來試 我今個月基本上每天都用,我都覺得它很好用 所以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然後第二件事想分享的是這一支 這個牌子就叫Sibu,它是一支Sea Berry Seed Oil 這支有什麼用呢? 其實它就是在敏感的時候急救用的 當你敏感,你起了一些痕痕的,紅紅的,有點凸出來的時候 你塗了這個,其實它很快 我想半個小時內就可以退到紅,退到敏感 當然它不是完全燒光 但是症狀是可以好好舒緩 但是一定要這個牌子才行的 它是很神奇的,它是沒有加其他東西的 它是完全100%的Sea Berry Seed Oil 總之這個就非常好用 因為我不知道是不是這陣子轉天氣 因為我有時候眼皮或這個位置都會有一點點氣敏感 然後我又試過我的肚子弄傷 然後黏了沙布敏感,很癢很癢 然後我滴了兩滴,摺勻它之後很快就退了 然後我現在用到只剩這裡那麼少 所以我已經在訂一支新的回來 我覺得這個可以在家旁邊用的 它除了退敏感之外,還有其他功能 特別是這個收穫傷口是一個很好很好的用品 例如你戒親或割親 當然不是在流血滑滑的時候滴 當你止了血的時候 你再滴一點點下去,塗一塗它 傷口第二天就會埋得快很多 不是一些非常大的傷口 是一些小型的割親戒親用 那就真的很好 帶那些去看醫生 我就不建議 如果你戒得很大,流血脫了皮 整塊都不要用這些 那些真的要去看醫生洗傷口 但如果是小型的傷口 我覺得用這一支真的可以令到傷口快很多 去預合 好,然後到第三樣東西 登登! 這個是Huda Beauty的九色眼影盤 這個顏色超漂亮 這個顏色 這盒我是在Selvrages買 然後寄回來 我看圖的時候 我以為它是很大盒的 然後來到的時候 我會覺得 為什麼這麼小盒 但是用起來 我真的覺得它很好用 其實小盒一點都不要緊 反正越小盒越快用完 我自己會有成功感多些 對不對 是不是很漂亮啊? 這個顏色 它是這些紅色超級漂亮 裡面會有一些比較深的玫瑰紅色 比較酒紅色 紫紅色的眼影 九格裡面會有六格啞色 然後有一格珠光 還有兩格比較有閃粉的眼影 這盒的顏色很漂亮 質素很好 它是超級顯色 我試幾個顏色給大家看 你看它塗出來已經是超顯色了 然後你看 散開了 它的顏色是很出色的 我欺負了一下 然後用手散開它 它就可以這麼出色 所以它是一個超級出色的眼影 這盒是$225港幣 我不知道多不多人討論這盒狗色 因為我知道更多人討論 是它的沙漠 那隻彈影盤 但它裡面是很多紫色 我這些黑色的人 我不是太駕馭 所以我自己就沒有興趣去買 但大家要留意一點 就是Huda Beauty的化妝品 是Made in China的 如果你是很介意的話 那你就要想想 其實我今天的眼妝也有用到這一盒 我有用到這顏色 還有最深的顏色 大家可以看到眼妝 我已經沒有用到最紅的顏色 已經是有少許走紅的感覺 所以這兩隻顏色的顏色是會更加出色 而且很持久 其實我這個妝已經化了五個小時左右 所以它還是那麼顯色 我覺得它的顯色度真的做得不錯 而且如果你是喜歡玩紅色妝的話 我覺得這兩隻真的超級美 大家有興趣的話就可以買來試一下 化妝品和護膚品都分享完了 然後就是一些生活小用品 這個是一個日本牌子的衣物淨化噴毛 它可以用來噴衣服、噴家 噴廁所 如果覺得有少許容易味 或者你想房間有一陣清新的花香味 這個就非常非常幫到你 它真的超級超級香 它這個是經典花香味 真的很香 它是不會有燭氣的味 因為我在家都有幾支同樣的功能 噴噴的 例如我會有Vittoria Secret的Body Mist 或者Soup & Gory的Body Mist 我也是不會用來噴身 我是用來噴房的 但那兩支是比較偏甜的 而這一支的花香味 是比較清新脫軸的味 我覺得這一股味 是每個人男男女女都會喜歡 不會說男生聞到 覺得很軸的香水味 是不會的 它是一個很清新的 噴在衣服上 好像剛剛乾洗的味 再偏花香一點 這個真的超級香 我這個不是在日本買的 當然日本買的應該更便宜 我是在HKTV Mall買回來的 如果在香港可以找一下 或者去到日本的時候 記得去買這一支 因為真的很香很香很香 之後我就想介紹一件醬料 是不是很奇怪 在我的頻道說醬料 但我真的覺得它很好吃 就是這個 對焦對焦 就是這個文基麻辣混醬 它真的超級好吃 它那個好吃程度 是我吃什麼都會加它下去 去點來吃的 超級正 這個 其實它不是很辣的 因為我不是很吃得辣 如果去淡仔 我是吃不到中辣的人 我很差的 但是這個我是絕對吃到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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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的人 這個它有那股麻辣的香味 但是它沒有那股辣味 但是如果你是跟我一樣 我都喜歡吃辣 但是不是好吃得辣的那種人 這個真的非常適合你 它是用來拌麵吃非常好吃 然後用來點魚蛋 燒麥 點肉 什麼都好 總之加了下去 也是超好吃 我經常吃飯 都會拌一堆吃飯 就這樣拌飯 我都覺得它很好吃 不得了 這個真的是 然後 很怕打破 很怕倒死 現在在床上 因為一開 你已經會聞到那種 麻辣醬的味 真的很好吃 它那種味不是麻辣火鍋的那種麻辣味 它是那種麻辣半面的那種味 除了拌麵的時候 我試過有一次我在公展會買了一包一口豚肉 然後煮了來吃 哇 超難吃 它會不會是雪藏味呢 是超厲害 整個豬肉已經是沒有肉味之餘 是雪藏味是湧出來 真的很難吃 但是我真的不想就這樣倒了 浪費了去 那我就把這個拿出來 用來蘸那個豬肉 它是可以完全蓋過那種雪藏味 而且是令豬肉變得好吃 入口 而且最近天氣這麼冷 這個用來加在火鍋的豉油那裡 那裡不得了 一定是超香超好吃 它跟所有肉類 魚類都會很合 然後我真的覺得這個誠意推介給大家 我不知道它有沒有門市可以賣 但我上網可以給大家看 我在一個賣麵的網上買它回來 會不會很奇怪 我這個頻道 首先是我會介紹醬料給大家 然後醬料是要在一個賣麵的店 還要不是在同一個品牌賣 不過不要緊 只要買到就可以了 接下來是九年了 很多不同的品牌都會出了很多狗狗的周邊 自從養了chopper之後 我對這些東西的抵抗力是很低的 看到都已經覺得很可愛很想買的 那例如是什麼呢 我真的覺得這個頻道很奇怪 有沒有人覺得它很有趣啊 它是一條底褲 是一個哥基屁屁的底褲 我真的覺得它很有趣啊 放心吧 我是沒有剪牌的 我沒有穿過的 我不會那麼噁心穿過 拿給大家看的 它是超可愛的 我沒試過真的穿上身 但我覺得應該也很可愛 想像一下我哥基屁屁的樓下樓下 但如果變成自己的屁屁 我覺得有點奇怪 不要緊 它真的很可愛 我真的覺得 這個是在這間 這個是在68那裡賣的 它很便宜的 其實它是49元 如果大家都是這個狗狗愛好者 或者是哥基愛好者 大家就去看看 它在前面 對 順便給大家前面 前面其實是很普通的 但是後面真的很可愛 所以不用擔心 前面不是狗狗 那68那裡 除了買那個之外 我再買了一件睡覺的背心 也是狗仔的 這個質地 它是有點像那些 泉水泳衣質地 但是它的圖案也是超可愛的 它上面有些鼻紅 有些蟲鼠狗 蠟腸狗 這樣的圖案 雖然它是沒有 Chopper那種 Poodle的圖案 但是我覺得這個也很漂亮 而且這些是夏天 睡覺穿的時候 是一流 因為它是不焗的質地 它是超級清涼的 所以就不怕好熱 不怕流汗 而且最重要是它減價 39.9 這麼便宜? 然後買到最低 是不是? 然後我想分享一個 應該是上個月 在Line Store那裡減價的時候買的 大家應該有看過 我不記得在哪一集 它做過一個背景的 就是這個Line的一個毛毯 它的質地是超級軟 麻煩 超舒服 然後超暖 然後最近這麼冷 我就在家裡這樣生氣 然後它是超級沒有地軟 它是超棒 然後它是減價 我買的時候是半價 超級低 我不知道還有沒有 如果有個底價 去Line Store那裡 快點沖過去 這個是一個大尺寸 是不是好像沒有頭 好像不像它出去剪頭髮洗頭 奇怪 這個超級喜歡 好啊 好啊 然後到最後的最後 我的一月最愛 就是 這件恐龍的狗仔衣服 Hello 你睡不睡醒 其實它在下面睡覺 然後我抄醒了 來拍片 它是不是在蒙 你看看 這裡有一條尾 這件衣服 這件衣服真的超可愛 因為最近很冷很冷 這幾天只有八度至十度左右 所以 Chopper也是要穿小衣服 這件衣服裡面 是會有毛毛 所以是超保暖的 這個世界有一種 叫媽媽覺得冷 其實Chopper 究竟是不是真的這麼怕冷 我是不清楚 但是 我看到它有一陣子 睡覺晚上 就是失縮 就是它平時睡覺 是很放鬆的 但是這陣子睡覺 是捲完一塊 我覺得它應該很冷 我就會幫它穿毛毛衣服 讓它可以保暖一點 但是這些這麼厚的質地 就會在八度 低過十度的時候 才會幫它穿的 真的超可愛 特別是Chopper剛剛睡醒 它呆呆呆呆 不太掙扎的時候 就可以讓大家看到 是不是很可愛 我真的覺得它超可愛 這件衣服真的超可愛 還有很鮮明的紅色 其實我本來是想買灰色的 不過賣光 所以我就買了這隻鮮明的紅色 但我覺得其實也挺有趣 你看看 在旁邊看真的超可愛 我覺得 好了 我就分享完我的一月最愛 希望大家喜歡看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會上載兩條新片 那我們下條新片再見 拜拜 拜拜 來吧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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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跑了這麼久 真的嗎 真的嗎 你不要用力了 我那隻也是 哈哈哈哈 兩個多大聲 兩隻 要同年齡的一隻 準備 這裡 來吧 去吧 去吧 去吧